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刚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时间 就是一个名字全球新冠化 全球新冠化 对 全球新冠化这一个时代的来临 会亚洲世纪还是是会来 只是它的内涵会做结构性的改变 也就是说区域的整合 会更深 但是台湾在被边缘化 这个如果台湾被边缘化 在整个 你刚刚有提到说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会更大 一个国家之内的社会的贫富差距更大 所以换句话说台湾的被边缘化 这件事情 我提的这个 影响我们就会往贫富的贫 跟社会的贫 这倒不一定 但台湾内部的阶层的差异会更加的明显 这是确定的 因为台湾到目前为止其实主要的产业 对外的这个主要的产业其实还是在科技类 电子 机械 那这方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强项当然主要是在制造层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它虽然雇佣的这个就是层面并不是非常广 因为主要的雇佣是在其他的这个就是说非科技的服务业层面 可是呢中美贸易战会产生以及科技战会产生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说特别是在科技领域里面会产生两个层面不同的就是说这个产业链的建构 一个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以美国科技为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欧美的这样子一个产业链 另外一个是会以中国大陆为主的 但是呢包含亚洲跟包含一带一路的这个就是这个范围 国家为一个新的这个产业链 但这里面的交错很多 交叠很高 比如说东北亚的日本韩国或者是东南亚 可能两边它都会有这个布局 所以过去我曾经提过在这新冠来之前我曾经提过 一个全球化可能因为美中的科技战变成两个半球化 两个半球化 也就是美中各自主导 就让各位如果过去有使用过照相机 Nikon跟这个Canon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规格 所以完全不同规格技术的主导的这个产业链开始会形成 现在这个东西有没有变化 我觉得现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这两个半球化的这种变化 这种趋势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未来还是以美中之间 因为我刚刚提到 美中这个两大强权之间 没有因为疫情大流行而产生完全的和解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结构的摆变 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没有变 它还是一个最强国 面临到一个挑战中的这个强权 然后任何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利益跟权利的 其实对它而言都是一个竞争的对象 因此在地缘层面 在经济层面 在科技层面 甚至你说在未来的 就是说各个这个相关的 全球化的相关的议题的这个层面 美中之间都会有这个所谓全面性 这种我们叫新冷战的这种展开 那这个时候呢科技就扮演一个关键 因为现在大国之间产生战争并不容易 那经济 现在的经济基本上都是科技在做主导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对一些中国大陆的科技厂商 会特别的这个警惕 也从安全面来去做排除 这都是这个他的这种 从美国的权力跟科技的主导性的这个角度做思维 但崛起中这个中国大陆 他就会从他自己本身的利益跟科技发展去做思考 他必须要去支持这个科技的持续的这个发展 他不会永远只是用美国的科技 在做他自己本身的所有的这些产品 因为这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的利益的 所以但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对这个的影响呢 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个大的这个趋势 所以你看到亚洲也就是 但亚洲不是说就是中国的 这不是亚洲事实上是交叠的 只不过是亚洲自己内部的这个产业链 跟他的整合是会加强 因为相较于过去 相较于现在的这个欧盟跟美国的这个 比如美加末的这个三个 这个三国自由贸易区 跟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亚洲事实上是没有这样自由贸易协定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是要后来要赶上 但是呢 并不因此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会 就你要选边 可是台湾碰到问题了 台湾在这个两个半球化的发展当中呢 很多的厂商可能被迫要选边 有能力的厂商可以 他可以两边布局 他可以这个有境外 或者是在东南亚 或者东欧大陆类似的这些厂 但是呢 并不容易做得到 或者是说台湾本 整个我们台湾的经济 你在现在的两岸关系跟美中关系 似乎是有越来越贴近 越来越贴近 也就是美中在吵架 两岸也不太好 的这样情况 而没有办法把自己两岸关系 自身在美中的这种对抗之外 甚至呢 有可能变成双方在打代理战争 的这样子一种代理战 这种代理人的这样子的一种趋向 所以你看到美国通过了很多台北法案 中国大陆有很多这些军机 或者是船舰 开始的动作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会影响到 不管是军事安全面 政治面 经济面 新冠面 然后呢 人民 各个这个层面 所以台湾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去 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加入到CPTPP 那这也是一个就是说 一个遗憾 因为CPTPP中国大陆并没有参加 但是呢 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里面 这也是个遗憾 那RCEP 台湾的参与当然就更不容易了 因为RCEP必须要成为东协的对话伙伴 那东协的对话伙伴 必须要它外交上承认的国家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成为东协的对话伙伴 你就没有办法参加东协跟中国大陆主导的这个RCEP的这个谈判 所以呢 也会被这个10加5的这个RCEP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排除在外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错综复杂 我不确定未来的整个企业的发展的本质会有什么样多大变化 但是有可能它会非常两千万 因为你当你的企业体越来越大的时候 受到那个政治的影响的波动会越来越大 因为关系之间的复杂越大 就是大型企业在未来到底它会 还会是一个主流的发展吗 我不确定 因为这个东西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你不是走到大的时候 那个公司越小型越轻巧 它在适应高变度的一个社会 是更有可能性的 所以刚刚提到像比如说产业 大家也不太需要实体办公室 都是在谈把自己给缩小 在变的时候你会更灵巧 那我曾刚刚才谈到说 这个未来科技战中美角株 那在您刚刚演讲跟书里头 有带到但没有多谈的就是 书里头谈到说 2030年2032年是一个蛮关键的年 在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病毒的时候 谈到那时候在这个 我们看到亚洲世纪来临的几个 经济实力的展现 就看到前十大经济体当中 前四大三个国家 是亚洲的国家了 这是一个在那个时候 2017年18年的一个预测 也就是未来在2030年的 四大经济体应该是中国 美国 日本跟印度 前十大当中 南韩进去了 也许甚至印尼 印尼也进去了 但意大利被踢出来了 加拿大 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谈亚洲世纪的时候 看到了整个亚洲国家 在这个十大经济体当中扮演的 角色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那在新冠病毒之后 这个面貌还看不太清楚 还是大致上也不会太大的变动 这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大的不确定性 可是我们现在看 我觉得亚洲在加强整合之后 相互的产业链 跟区域内的贸易加强之后 然后随着新冠来的这些新创的经济 数位产业的这些发展 那其实在这个领域里 你看中国大陆南韩 包含我们台湾 在这个领域都蛮强的 都蛮强的 即使是印度 在这种online 非实体的这一些产业里面 我觉得都蛮强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反而是我们亚洲的机运 也就是说一方面 它本来的 在这个新冠之前 我们的预测 因为它的人口 因为它的经济 因为它的制造 因为它的消费 本来就在2030年 会有这样一个发展 很多国家会进入到前十大 韩国 印尼 印度 这些都会进入到前十大 然后呢 现在再加上进一步的 这个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的 区域的整合的强化 RCEP的签署 以及我们本来就很强的 这种宅经济 这个科技 以及online的这些产业的 这个发展 新创的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反而说不定 你会看到 就是更进一步的这种发展 跟更快速的来临也不一定 我举例而言 TikTok 以前 这已经全世界的现象 对不对 还知道 Bilibili 这也是很多新 年轻人现在 全世界在用的这个领域 十年之前 它其实办公室里面 一个小的 这个网络的server 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 在NASDAQ上市 市值将近100亿美金 现在我们不能 不能直接有观众 那我们要靠Room OK 也是 也是一样 Room也是一样 大家现在都要会Room 那Room就很有趣味 Room到底是个美国公司 还是个中国公司 这也一直在讨论 当然法律上 它是个美国公司 那它现在也请了 这个川普政府 过去的一个国安顾问 做它的公司的董事 来证明 就是说它在这方面的 这种就是说无虑 所以你会看到 越来越多 这样子的发展 反而在亚洲 我对亚洲世纪 亚洲未来的整合 我是比较有信心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一次疫情 对我们亚洲国家的 这个冲击 以及亚洲各国的 政府的这种治理的能力 以及这种防疫的表现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 亚洲各国的相互的合作 以及务实的这种 就是说政策 然后呢 跟这个新冠冲击之下 这个Glocivization 新冠 全球新冠化的冲击之下的 这些短中期的 这种国际的交流的 虽然会沉寂 会受挫 但是呢 你看到另外一个 新的这种 宅经济的这种崛起 又是亚洲的强项 所以我们从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 全球新冠化 全球新冠化 代表了科技在里头的影响 是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变化 但是这个东西还在发酵当中 是的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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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